尖刻 第671集 第104章 听证会 这里是地处A4E北半球的联邦调查局冬季训练营地 窗外飘着大片的雪花 人们可以站在温暖的室内 欣赏到外界严寒而至的冰京世界 许乐被联邦调查局传唤调查仅仅过去一天 他捧着热咖啡 却已经有些看腻了那些东西 对方通过合法的程序暂时阻止他见律师 按道理 在同步协调的国防部却一直没有露面 整个事情都透着一丝诡异 那些正在被他调查的人 总会有一天察觉到某些动静 他们肯定还会做出激烈的还击 但许乐没有想到对方的还击来得如此快 如此莫名 除非对方真正抓住自己最怕的东西 不然这场来自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可能只是一场笑话 不过即便让对方真的抓住自己最大的把柄 大概也不会令许乐太过震惊 毕竟正如那位总司科主任讲的那样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美的谎言 不要说风雨和自己 就连联邦中央电脑他都做不到 更何况君神老爷子和台夫人早就知晓了自己的身份 那么这个所谓的秘密总有一天不会再是秘密 当年在东陵时 那位戴着墨镜的拉克商校也见过自己的真实面目 许乐望着窗外的白雪 眯着眼睛想了很多很多 那时候他不知道有哪些人在静候观察自己 但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他面临的最大危机 但对于在帝国逃亡了一年的他来说 这种艰难实在不值得一提 所以当他看到了多年未见的小强后 微微一睁便接受了当前的局面 微笑地看着那张记忆中的轻质的脸 没有说嗨 只说了好久不见 似乎还是那两个在东陵街上 私混的孤儿 一人曾去一人家里蹭饭 一人曾看另一人雨夜杀人吗 总之是曾经一起私混过的 只是简单的一句好久不见 仿佛中间小强并没有去少馆所住过一年 而许乐更没有经过那些光怪陆离 刺激非凡的人生 可惜联邦调查局 不会给许乐任何感慨溃探的机会 总司科主任有些惊恶地看着这幅画面 大抵连他自己怎么都没有想到 许乐居然就这样认了某事 从联邦英雄成为通缉犯 这样的落差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得了 将那些远自东陵召唤来的人们送去休息 联邦调查局 总司科主任 站在窗边沉默了很长时间 点燃了一根香烟 颤巍巍的山西几口 扶着额头 带着无尽的满足缩头 哼 啊 我只担心 联邦的民众一时间 能不能接受啊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许乐微眯着眼睛 望着怀中残冷的咖啡发症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内容 你已经承证了 总司科主任 愤怒地冲到他面前 大声吼道 你是东陵公安许乐 而不是你伪造的那个身份 我没有承认过任何东西 许乐望着他 平静刷刀 我就是我 我不明白你们这场可笑的调查 究竟有什么目的 你现在最需要的 显示就是嘴硬 总司科主任 微微一声后 用力地解开被汉师的领带 喘息中 混着笑声说道 不过 不过 希望法庭会相信你这可笑的说辞 距离宪章广场不远 有一条安静的大街 青青绿草 分扑接盘 微微浮起的青秋那头 是灰白色的总统官邸 相对的一侧 则是一幢独立的建筑 这幢建筑没有专门的名称 总统先生每次需要召集比较大的会议室 往往都会选择在这幢建筑三楼举行 难道 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一场可笑的演出 许了怎么可能是通缉犯 那它是怎么通过宪章光辉的层层扫描的 东林孤儿 我看这是有些人搞出来的阴谋 安静的会议室内 再过几天就要退休的麦尔斯将军 愤怒地挥动着手臂 虽然马上便要卸下联邦参谋联席会议主席 兼第一军区司令 这两个沉点点的职务 但作为近十年间联邦军方最有实力的大佬 他的暴怒 没有任何人敢正面抵抗 这是一场特殊的闭门听证会 说听众会议或许都不是太合适 因为没有牵涉到任何司法程序 只是因为被指控的是许乐 所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最高长官们 都不敢妄自决定 而要将这件事情放在真正的大人物面前 台上 宪政局那边是怎么说的 如果许乐商校隐瞒了通缉犯的身份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联邦调查局居然坚持认为 许乐商校是公民编号为DLAS420500481X的东陵库尔 那联邦中央电脑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这一点总没有人可以蒙混过关吧 县章局方面拒绝就此时提供任何意见 联邦调查局局长 紧张地看了一眼前方的总统先生和一众阁员 擦拭掉额头上的汗水 说道 根据 根据台局长的 电子 电子回致 他给出的理由是 许乐商校拥有的权限 禁止宪政局对他进行内部调查 坐在第二排的崔聚东 忽然打破沉默 开口说道 中央电脑现在 只能够确认 许乐商校身体里的芯片 和那位东林孤儿 没有任何关系 听到这句话 尤其是了解到 宪章局清晰的态度 参加此次特殊闭门听证会的大人物们 同时陷入了沉默 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去质疑 联邦中央电脑的判断 可为什么 联邦调查局会查到 那么多对许乐不利的证据 尤其是那些 中楼大街上的人们 为什么会坚持认为 如今的联邦英雄许乐 就是当年的孤儿许乐呢 西安副议长 皱着眉头 看着摆在身前的几幅素质照片 看着那些照片上面 青色油载的少年面孔 寻找着与现在的许乐上校相近的地方 认不住摇了摇头 没有说什么 直至此刻 包括崔巨东 在内的所有人 仍旧坚持认为是联邦中央电脑 授予许乐的超高权限 帮助他在首都星圈非常好的 隐瞒了身份 却根本没有想过他置换了警后的芯片 因为这已经超过了他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 帕布尔总统认真地看着照片 质问道 我很反感这种内部调查式的做法 如果你们认为许乐上校是名通缉犯 应该直接通过司法部或者国防部内务处 走程序 而不应该是拿这些四有四无的证据到听证会上来折腾 总统先生的语气很平静 但落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很多有心人耳中 却带着明显的怒意 我们接到了实名举报 不得不进行调查 至于司法部方面 总统先生 许乐上校获得过两枚最高勋章 拥有相关的豁免权 如果进入司法程序 必须有您或者会议剥夺他的豁免权 实名警报 实名举报 是的 总统先生 沉默了很长时间的国家安全顾问 忽然微笑着回答道 有一位当年亲自前往东林大区 参与了捉拿叛国贼风雨军事行动的西林军官 前一段时间在最高法院里认出了许乐上校 为了联邦的安全 这位勇敢的西林军官不惜冒着民众的敌视和威胁 站出来进行实名指正 会议室的门被缓缓推开 莱克上校走了进来 这位钟老虎最信任的下属 西林军区特种机甲大队队长 在摘下那副墨镜之后 一脸的默然 经过最简短的自我介绍 莱克上校略移停顿 双手复在身后 开始向房间内的大人物们 描述很多年前的那次军事行动 他和他的队伍乘坐古中号前往东陵 目标是逮捕或者狙杀联邦 投号通缉反风雨 然后他在街道上遇到了一个无比倔强的少年 你怎么确认那个少年就是现在的许乐上校啊 房间里有人质问道 如果我认错了 我宁肯把我的双眼挖出来 莱克上校平静回答道 像许乐上校这样的人物 是不容易认错的 据我所知 许乐和你们西林的关系向来良好 所以我很好奇 为什么 你会站出来进行实名举报 麦尔斯上校冷漠问道 来个上校啪的一声立正行礼 沉声回答道 报告将军 我是一名军人 我必须将联邦的利益放在队前面 麦尔斯上将自嘲一笑 挥手厌恶说道 我并不相信这种肉麻的话 不过我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帕布尔总统抬起头来 缓缓缓示会议室内的人们 当目光落在远程光幕上的拜伦副总统时 略微停止了片刻 依据联邦相关安全条例 在战争时期 联邦总统与副总统之间 必须隔离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今天这场突然召开的闭门听证会上 副总统拜伦如以往那样 从不轻易发表意见 但今天他的沉默 却让很多已经猜到什么的人物 感到了有些寒冷 在经过了一番对拉克上校的质询之后 内部听证会暂时告一段落 联邦管理委员会的资深议员梅斯先生 望着帕布尔总统 尖锐发言道 总统先生 我认为许乐上校的豁免权 应该被马上解除 而且他必须得到全面的公众的审理 鉴于许乐上校与军方之间的关系 我建议此项专案 由司法部全权负责 说到这一点 梅斯议员带着淡淡嘲讽 看了一眼从头至尾都没有开过口的 国防部长邹应兴问道 邹部长有什么意见 邹应兴摘下细金属边眼镜 轻轻揉了揉眉心 没有回答议员先生的挑衅 而是凑到总统先生的耳畔 轻轻地说了几句什么 好了 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和您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 再见 监客第六百七十二集 第一百零五章 我将指控 片刻后 帕布尔总统忧黑的脸颊上 闪过一丝雅意和震惊 不知道邹部长在耳边说了些什么 只见 总统先生的眉间越来越重 阴影看到 有些愤怒的征兆 看到这一幕 会议室里的联邦高官们 心情顿时为之一紧 有意不定地望着那边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紧张的气氛中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一脸娇容等着 看着军方丢脸的梅斯一员 梅斯一员脸色极为难看 恼怒地抗议道 邹部长 请你尊重一下我好不好 邹影兴 微微一睁 在椅上坐直身体 将金属细边眼镜 小心地带回鼻梁上 望着梅斯一员礼貌地点头致意 这才满条丝里 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一员先生 我不是不尊重您的发言 而是您刚才所提到的事情 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 说到此处 邹部长的声音 骤然变得冷淡起来 继续说道 执政许乐上校的 来可上校 因为牵涉到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 马上面临司法不变的指控 他的相关证词证言的效力 非常值得人怀疑 与许乐关系良好的西林军区内部 居然会有位高级居官主动指证 他是通缉犯 而紧接着不到咖啡变冷的时间里 这位高级军官便忽然牵涉到一起 所谓的严重刑事案件 不是在场的所有人 都能看清楚这 急转直下的戏剧背后 隐藏着什么 但他们非常明确 很明显当一方发力之后 站在许乐身后的联邦军方 尤其是国防部体系 也开始发力了 随着国防部的声音落地 总统先生点头表示同意 会议室的大门再次被推开 国防部内务处军官 在徐松子的带领下 面无表情地走到 赖克上校身前 打开了手铐 徐松子 取出电子法律文件 没有什么语调变化的宣读道 赖克上校 你被指控于县利67年 参与一桩谋杀案件 你被指控于县利68年参与 无限 安静的会议室里 爆发出赖克上校愤怒的吼声 他盯着邹部长的位置 大声喊道 我抗议 你们是在进行迫害 不是 美思议员气得浑身发抖 国家安全顾问 眉头皱得非常厉害 邹影星部长表情肃力 对会议室里的人们沉声说道 诸位 最好听清楚国防部指控 拉克上校的罪名 再决定你们的反应是否合适 听到这句话 拉克上校想到了一些什么 身体微斗 获然回头望着许松子 手里拿着的电子 法律文书 脸色瞬间苍白起来 拉克上校 你被指控于县利69年 非法窃取宪章局秘密数据 你被指控非法窃取 并且泄露联邦重要数据 你被指控破坏联邦一级飞行器 你被指控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 你被指控触犯联邦军事数据条例 拉克上校 徐松子 军法官 合上电子文件 面无表情地盯着 被紧紧靠住的拉克上校 缓缓说道 我将指控你意图颠覆联邦 我将指控你通敌 我将指控你叛国 我将指控你于县利67年 谋杀联邦西林军区司令 钟寿虎夫妻 以及全舰1372名联邦士兵 我会要求军事法庭判处你七个死刑 枪决 并不如何铿锵有力的词语 从徐松子军法官的口中 缓慢而又坚定地说出 却带着一种极为震撼人心的力量 他每说出一个罪名 雷克上校的脸色便约苍白一分 直至通敌卖国谋杀三桩罪名 安静地砸中此人胸膛 砸得他沉默无语 双眼枉然游领 至于会议室里的大人物们 更是被他爆出来的这些罪名 震惊的再难安坐一上 恶然张嘴缓缓站起 直至最后 没有几个人还能坐着 他们知道这些罪名肯定有极坚实的证据作为支持 不然国防部绝对不会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发难 古武中号遇袭 那头来自西林的老虎葬身烟花 背后居然真的有阴谋黑幕 那幕悲壮的大剧 眼看着正在被人重新掀开帷幕 隐藏在联邦里的凶手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而只需要稳定团结的联邦 又会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 变成一座辣雕惨白木偶的赖克商校 没有在听证会上为这些被指控的严重罪名 做一个字的辩解 他紧紧地抿着双唇 麻木地任由国防部军法官压解下去 徐松子低头看了一眼手掌里握着的黑色墨镜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将脑海中那些怪异的感觉驱除 向总统阁下和曼尔斯上将分别行了军礼 轻身走出 帕布尔总统站起身来 静静地看了众人一眼 没有说一句话 就这样离开了会议室 而这种缠默 代表着异味 却是无比深远 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的大道 无比清晰 几辆墨绿色的国防部军车 安静地停在路畔 最后方 有一辆明贵的汽车敞开着车门 田胖子牵着钟烟花的手 站在车旁 一动不动等着某个人的到来 国防部军法官 押送着赖克上校从小楼后门走了出来 走到田打棒子和钟烟花神前室 下意识里停住了脚步 田打棒子拧着满是肥肉的眉心 有些不是滋味的仰头看天 沉默片刻后说道 为什么 赖克上校沉默的时间更长 宣机 他坚强而骄傲地抬起头来 微笑回答道 当然是为了联邦 好答案 田打棒子的眼睛眯了起来 就像是放多了教母的馒头 挤出了多余的脸缝 轻声说道 我会和你一起回国防部 你知道我的手段 你不会有自杀的可能 所以不要试图做那些多余的事情 赖克上校的脸色微微一变 作为跟随中司令多年的亲信 他非常清楚 面前这个看似无害的胖子 拥有怎样恐怖的手段 据说当年有一名帝国团长 落在他手中 竟是在战场上惨毫了三天三夜 不曾停止 他闭着眼睛 咽下一口唾沫 转手望着钟烟花 异常艰难地说道 对不起 小姐 钟烟花 稚嫩清美的小脸上 没有任何情绪 圆睁着的清水般的双眼 盯着面前这个看似 很熟悉的长辈 倔强地抿着嘴唇 一句话也没有说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和您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 再见 监客 第673集 第106章 和平时期的战地宣言 穿着黑色正装的联邦调查局探员 匆忙地从走廊那头跑了过来 他顾不得抹去额头上的汗水 也顾不得 门口两名同事复杂难言的目光 第一时间冲进洗手机 取出口袋里的一卷软指 敲响紧闭的隔肩大门 喘息之说道 只拿过来 这只拿过来了 还有什么需要 没有 谢谢 一只手从吨位里伸了出来 将卷指揭了过去 然后再次关上 这名联邦调查局探员 此刻才有时间解开领带 抹掉额头上的汗珠 凶扶着急船 慢慢走出洗手间 听着洗手间里 时不迟响起的轻微撞击声 守在门外的探员 凑着眉头问道 应该没问题吧 不用再担心 那名探员脱下黑色正装 敞开衣领 摇头回答道 他若是想逃 我们几个人哪里难得住啊 那是什么声音啊 探员将黑色正装揉成一团 夹在叶下 侧头认真听了很久 疑惑说道 好像是卷纸砸门 我更不明白的是 商销上厕所 为什么还是习惯用卷纸 另一名探员 宋监说道 许乐在马桶上 坐了很长时间 冰冷的白瓷变得温暖起来 他的心情却还是那么冰冷 有一句著名台词 非常适合形容他此时的感觉 真他妈的像狗屎一样的人生啊 当然 这里没有狗屎 眯着眼睛的他 百无聊赖的将卷纸扔向门板 看着他完全不符合物理规律的反弹 右手快如闪电般探出 无论卷纸想要飞向任何刁钻的地方 都逃不出他的五指 前天还是联邦英雄 今天就成了联邦通缉犯 这种差别并不能让他感到太多惶恐不安 真正让他心情变得有些糟糕的事 为了对付大人物们的手段 他不得不提前把莱克上校掀了出来 施星海最早提出关于西陵军区内部的疑问 许乐在中央电脑的帮助下 慢慢靠近了真相 查到了莱克上校 在其中扮演的阴险卑劣角色 震惊而恐怖的许乐 在计划中为莱克上校准备了 富有战场意味的惩罚 按照部队里对背叛者的惩罚习惯 如今无论莱克上校是背叛死刑 或是无期徒刑 只怕都是一种解脱 而且在计划中 莱克上校应该是最后才把掀出来的毒株 如今提前曝光 那么就算他一直活着 后面那些线索也只能断了 基于对前途的未知 对判决的隐隐不安 以及关于莱克上校的两个原因 许乐的心情有些低落 珍宝鱼双会 说会其实不是很准确 您右手方这般是占芥辣汁的生亲 另一半带纸皮的我们准备了白汤来喂 味道应该不错 负责照顾许乐起居饮食的那名联邦调查局探员 此刻又已经穿好了黑色正装 一本正经的替他介绍午餐的菜品 语气和服饰配合起来 让他真的很像是餐厅里的侍者 许乐没有什么反应 直接用筷尖挑起那片宝可透光的鱼肉 感受了一下里面韵着的弹嫩柔韧的劲儿 直接放进借了只生猛的裹了一大圈 然后放入唇中 嚼得清金毕露 大汗淋漓 双眼里血丝渐现 要喝点酒吗 桌旁的探员被他 漠然沉俊却带着有点狂义的表情震住 下意识里喃喃说道 配些高度纯酱白酒应该不错 许乐摇摇头 用最快的速度将面前的鱼片脆哺哺的嚼完 然后端起面前像脸盆似的面丸 拿着长长的筷子开始搅拌挑弄 以明交提鲜的寻常蛋白肉丝面 被快速的塞入双唇之中 混着汤水哗啦啦淋漓的声音响遍整个餐厅内部 一碗面竟被他吃出了个豪迈的感觉 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们 蒸蒸地望着这张桌子 望着这名重要的犯人 怎样也想不明白 在这样紧张的局面下 许乐上校为什么还能有这么好的食欲 许乐放下了面丸 就像完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 脸上没有什么满足的情绪 忽然开口问道 你上过战场吗 没有 联邦调查局探员怂怂肩 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忽然问这个问题 我上过前线 许乐忽然笑了笑 看着他说道 探员心想 整个联邦都知道 而且也看过你在前线的样子 所以这是一句废话 许乐若有所思 醋梅继续说道 县令65年以后 国防部后勤保障进入历史上最好的那个阶段 但你知道的 在战场上 谁能保证所有补给都能准时到达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战斗激烈的时候 食品补给中断是很常见的事情 那时候 但要比压缩饼干要重要的多 他低头 看着面丸里残存的几根黏乎乎像肠子似的面条 看着精致瓷盘中刚刚开始渗出血丝的鱼头 说道 所以 在能吃饭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能让自己吃饱一些 在不影响行动的前提下 肚子能装多少就装多少 我个人的习惯是还要带着压缩能量棒 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他微微偏头 想着每次机甲大战后那讨厌的饥饿感 忍不住笑了起来 还有上次耍的问题 他望着那名探员 很认真地说道 机里有马桶 战场上可没有 更不可能有什么自动清洗喷头 菊花盘男性私用香水 油 纸巾就算不错了 要知道 我们经常从帝国人的尸体上 去扒军服来擦屁股 十三楼就曾经说过 帝国远征军雪地装甲铝的军服擦着脆舒服 上校 您究竟想说些什么呀 探员好奇地望着他 对于他像他这种 刚刚进入联邦调查局不久的年轻职员来说 面前的许乐是他们崇拜的传奇人物 哪怕现在正在接受调查 或许将要成为囚犯 那种令他们有些眩晕的传奇感 依然存在 所以他很好奇 为什么许乐上校今天吃完饭后 会有兴趣聊这些看似完全无关的东西 我想说的是 战争战场 战友部队 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影响 许乐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用一种不愿意回忆的口吻 霍安曼说道 在战场上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清点人数 是的 我们实习师从老师长开始 最擅长的就是在逃跑中消灭敌人 美其名于保存有生力量 为了更好的打击帝国人 但谁都知道 那就是怕死 可无论怎么怕死 总还是要死人的 你应该知道我那时候在七族 每次出任务 然后清点人数 每次都会有些姓名 再也没有人会回答 我要操一下 这事情真的非常不愉快 你没有上过战场 所以没有见过人是那么容易死去 怎样容易 嗯 举个例子吧 你看前面你那个同事 对 就是那位总司科主任先生 对 刚刚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是个很常见的动作 但在战场上 他就已经死了 为什么死呢 没有人知道 也许是布雷机甲的程序 容易导致 有一颗激发雷 忘在了这里 也许是小泥石流 也许就是一颗流弹 许勒仔细地擦干 嘴唇 送送肩后 继续说道 在战场上死人 就和上厕所一样 是家常便饭的 上厕所和吃饭是两回事 青年探员有些紧张地 看了一眼正走过来的顶头上司 忍着笑反驳了一句 然后站在许勒的身后 反正你们见过的生死瞬间太少 所以总习惯把事情想得太复杂 许勒说道 很复杂嘛 那位连古变形物 从而显得格外阴森的总司科主任 缓缓走到许勒面前 冷声说道 我很想知道 你又从战场上动物出了什么简单的道理 许勒静静地看着他 忽然开口说道 我在战场上学会的道理是 除了生死的事 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闲事 包括跟随叛国贼学习 被联邦通缉 也是闲事 主任 微昂的西眉 有些紫色的 阴怒 徐勒放下餐巾纸 站起身来 望着他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应该是来告诉我 我可以离开的好消息 既然如此 那么你所指控我的那些事情 自然都是闲事 我必须提醒你 你只是被保释 总司科主任 强行压抑着内心的失落和愤怒 含含地牺牲说道 我没有足够的证据 相信几天之后 我会在军事监狱里面见你 没有这种可能性 许乐看着他的脸 平静说道 这个回答非常的简洁明了 甚至有些蛮不讲理 会不会关入军事监狱 是法院惨觉的事情 可他的态度就是这样直接 告诉你身后的那些大人物们 他停顿了片刻 认真说道 我刚才说的占地道理 其实 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说 杀了我 或者赶紧死 留下这句平静又 辣劲十足的话 许乐从青年探员手中 接过军帽 仔细认真戴好 然后头也不回地 向楼外走去 楼外有一排车队 正在等待着他 还有无数的记者 正在等待着他 在某些有心人的刻意安排下 联邦新闻媒体已经闻风而动 此事件一旦爆发 整个联邦想必都会陷入不可思议的震惊情绪中 原本是许乐为子弟为英雄的 民众眼眸里 会投射出怎样复杂的情绪呢 被指控为联邦通缉犯的他现在暂时被保释 获得宝贵的己顺自由 站在对岸的那些大人物们 却几乎马上开始去毁掉他所有自由的可能 你死或者我活 这就是战争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尖刻就先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 再见 血花从十月招牌旁不停坠落 穿着黑色厚风衣的鲍博主编和武德记者 顶着风雪冲出大门 在报社同事们惊恶的目光中 钻进了墨绿色的军车 军车向着首都南郊的军事机场驶去 车厢中的武德 看了一眼鲍博嘴唇边叼着的细烟卷 感受着对方心中的疑惑与震惊 总监问道 你以前见过军神大人吗 很多年前老总统葬礼时 远远见过一面 宝博主编望着车窗外 急促后略的雪花 眉尖身拧 深深吸了一口烟 忽然发现因为走得太急 居然拿错了一包女士 博客眼 低声骂了两句脏话 他将纤细的烟卷在指尖拧断 下一世里搓成了 芬舞落下的烟丝 你很紧张啊 武德揉着酸痛的膝盖 盯着主编手指尖散落的碎烟丝 不可置信地说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 脸包最出名 冷静甚至是冷酷的主编先生 居然也有采访前紧张的时候 要知道你采访过前后三任总统 居然还会再 太阳这些 总统经常介绍采访 但袁帅自从回到费城之后 再也没有接受过采访 鲍勃主编挥动着手指反驳道 略一停顿后 他自嘲地笑了起来 继续说道 好吧 这些都是假的 我就是紧张啊 当年我在首都大学新闻系的时候 就采访过当时的国防部长 可这又算什么 还记得那一年首都学生会 和老兵协会联手搞大游行 结果有个从A4机油配比实验师来的蠢货 居然把袁帅的画像烧了 那时候袁帅还不是袁帅 是师长 就和许乐现在一样 是联邦重点培养的战斗英雄偶像 那些蠢货被我们学生 和坐轮椅的老兵愤怒地 揍成了猪头 鲍勃主编呵呵笑出声来 根本不在意高速行驶车辆的摇晃 带着一丝回忆的感慨 带着一丝说不出的意味 眯着眼睛感慨说道 你不明白 袁帅对我们这些二三十年代的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 作为最需要 保有独立精神的新闻记者 我本不应该崇拜任何人 但刚才那位军官说我们可以采访袁帅时 我才发现 原来从大学到现在 我一直在偷偷地崇拜他 像个狂热的追星族那样啊 武德耸耸肩取出一根蓝河烤烟点燃 说道 整个联邦难道不都是这样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 袁帅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安排这场采访 鲍勃微微醋眉 看着窗外越来越近的军用机场建筑 和隐藏在建筑里的飞机 说道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有些怪异 或许和今天发生在许乐的上 新闻有关吧 呼啸的空气 吹得停机停上 白絮乱上九天 强大的推动力 带动着高速飞行器 瞬间撕破冰冷的冬日长空 向费城方向驶去 短暂的十几分钟之后 只来得及携带简单采访设备 甚至连专业相机都忘了拿的两名著名记者 便来到了那座联邦最著名的湖畔庄园中 费城李家的安全措施 非常严密 联邦第一军区的直属安全部队 散布在建筑四周 强悍的精锐军人 目光锐利犀利的 警惕着任何动静 无论是田蛙里 没有什么生息的蛙 还是池中被寒冷 变得越来越懒得鱼 都能感受到一股与往日截然不同的紧张肃然气氛 正在这片庄园四周弥漫渗透 侵蝕 作为一名狂热的崇拜者 我曾经两次来费城旅游 还通过期刊了解过李氏庄园的构造 这里的冬天比首都要暖和很多 尤其是这片湖啊 你别看蓝水清湛透着领域 实际上里面混着大量的高山温泉 水温非常令人愉快啊 宝博主编和武德记者跟随韩绍东军官 接受了严苛的安全检查 向着庄园里走去 一路所见紧张奏力景象 令他们的心情无比的紧张不安起来 为了驱散这种不安 主编先生开始用沙哑的声音 为武德讲解着此前的一切 二位请进 我就不陪同了 出来的时候我会在外面等候二位 韩绍东 将两位记者带到了一座宅子前 微笑着离开 离开之前解释道 啊 门后的房间现在暂时处于 联邦数据保密条例的权限范围中 我的权限不足以进去 里面有什么机密啊 鲍博和武德疑惑不安的看着面前紧闭的木门 身前光滑深色乌暗的名贵木地板 犹豫着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踩上去 终究是联邦里最优秀最坚持最大胆的新闻搭档 他们终究还是踩了上去 带着前所未有的紧张 缓缓推开了这扇门 没有什么充满星际科幻味道的变形金属机甲 没有无数焦头杰尔 拟定太空战略的大人物 门后只有一间房 空荡荡的一间房啊 房的尽头 有一张床 床上铺设着厚实弹看上去 就感觉轻柔舒服的被褥 像云朵般捧散的被褥间 躺着一个干受哭嚎而疲惫的老人 深褐色的斑痕 在松弛的面部肌肤上显得格外刺眼 老人紧紧闭着双眼 没有什么血色的唇角 无力的哒啦在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在战场上 消耗了太多精力的缘故 老人显得这样疲惫 疲惫得不知道是睡着了 还是永远的睡着了 十几条极细的医用数据线 从老人干瘪的身躯上连紧 然后绕过床头 进入隔壁的空间 又一面高约三米的极大的玻璃 将这个空旷的房间 与旁边的空间隔绝开来 在玻璃的那边 有十几台联邦最精密先进的医疗设备 有十几名联邦最优秀的医学教授 有十几名军方最重要的将领 他们在忙碌的观看数据 跟踪生理指标 他们在无助的愤怒 愤怒的嘶吼 嘶吼着无望 玻璃的隔音效果非常好 宝博和武德能看到 这些非常熟悉的军方大佬们 扭曲阴沉的脸 夸张的手臂动作和 隐约能够猜到意思的口唇蠕动 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这一幕就像是一出荒诞的哑句 可问题是 这个宇宙里谁能够 请到这么多联邦高级将领 前来做演员呢 明白了一些什么 嗯 鲍博和武德 难以自意地呼吸急促起来 紧握着录音笔 蒸蒸地望向床上 如云棉被中 那位寿宵而苍老的身躯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他们非常清楚 自己看到的这一切 绝对就是历史啊 而且大概是历史上 永远不会被以往的时间点 只要联邦还存在 这一幕就会永远被记录 在联邦教科书中 身为新闻记者 能够出现在历史的现场 那是最大的书中 更何况是这样的历史 但是 这两位出色新闻记者的心中 没有一丝职业兴奋 也没有一丝期盼 只有无穷无尽的紧张 不安与恐惧 坐吧 我这是胆想玻璃 不是对我的胆想啊 我可不喜欢裸置身体 躺在这儿给他们观察 虽然他们是医生 但我不是帝国那位大师范 就在这个时候 空旷的房间内忽然有沙哑低沉的声音响起 床上那位受孝的老人忽然睁开了双眼 望着门口两位记者说道 我喜欢看他们在里面忙来忙去 感觉就像是回到了以前的战场 刚入伍的时候啊 我最喜欢看那些温弱的医疗官 扛着治疗仓狂奔 床角处预备好了两个沙发 茶几上摆放着水果和泡好的管英绿茶 玻璃烟钢旁 摆放着两盒军中特供的白盒三七 鲍博和武德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呆饿地望着床上的君神老爷子 很久之后才有些慌乱地问好 然后跌跌撞撞地坐进了舒服的沙发中 我很高兴你们能同意前来做这个专访 伴依在病床上的李匹夫 温和说道 老人的声音沙哑中带着实说摩擦的异响 依旧坚强有力 却又有些令人心迹 抹掉额头上的汗中 鲍博主编进行一番连续的深呼吸 凭借着强烈的职业精神 稳定了心情 认真回答道 元帅大人 这是我从业以来 甚至是首都特区日报创刊以来 最大的荣幸 这是真心话呀 从这一幕幕画面中 各已得出某个结论 马上即将开始的专访 或许便是病床上这位活着的传奇 此生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能够有幸参与齐见 鲍博和武德 赶佩莫名啊 既然是采访 我有必要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寿宵的老人 缓缓开口说道 病房内的灯光非常明亮 耀白一片 根本没有任何暗淡的悲伤感觉 就如他这传奇的一声 壮力始终 鲍博记者眯着眼睛 取出了自己最习惯的纸笔 武德记者轻轻打开了录音笔 认真倾听着床上传来的沙哑声音 我叫李匹夫 在费城出生 这辈子做过三份工作 十二岁之前在修身馆里练习时 曾经做过清洁兼职 后来十四岁时 短暂干过一段时间 费城东元广场的草坪休闲 后来我参军入伍 从那以后 这几十年的时间 我一直在当兵 再也没有干过别的 新兵刚入伍 我们班长在演习中摔死了 伤其很愤怒 不知道为什么就挑中我这个 新兵担子 接了班长的职位 从班长到排长 再到连长 营长 团长 师长 一直到最后 我在部队里升官升得很快 从来没有担任过副职 也没干过旅和军职两级 说到只干过三份工作 十年前我退下来后 曾经想过继续去东元广场 捡草 但被政府以安全名义否决了 对于这一点 我这个老兵表示非常不满意啊 鲍博主编 中间的核心区域 正处于无数新闻媒体的包围之中 像长枪打炮般的摄影机和话筒 被记者们拿在手里 四处招摇着 根据黑鹰保安公司的最新情况回馈 青年公寓街对面的几状公寓楼 甚至已经被几家大电视台租了下来 已经有精密摄像机对准了许乐的房间 开始不间断偷拍 宽服墨镜架上了鼻梁 钻出汽车的许乐脸上 没有一丝表情 同样冷漠的邹遇 透过深褐色的镜片 看着那些被记者们采烂的绿地 想起当年在公寓里的幸福孕妇生活 忍不住在心中 骂了一句脏话 许乐少校 许乐少校 关于联邦调查局的指控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许乐少校 你真的是东林人吗 看这边 看这边 许乐少校 紧张亢奋的记者们 像潮水一样 扑打着黑鹰保安公司的安全人员 许乐快速向楼内走进 被挤在人群后邻居家的小姑娘看到她 兴奋地抬起手臂想要打招呼 却被她身旁的母亲拉住 那位母亲不好意思地望着许乐笑了笑 许乐忍不住也笑了笑 表示理解 好不容易摆脱了记者 众人抢进了电梯 却没有想到 有位长相比较象征主义的男性记者 居然悄无声息地埋伏在了电梯里 话筒悄无声息地送到许乐的下河 许乐少校 我是港都金融时报的记者 那名记者兴奋地执抹汗水 望着他问道 关于您和盘国贼渔风之间的关系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对于盘国贼渔风这个人 你有没有什么评价 盘国贼渔风 电梯里很安静 只有那名记者看似寻常实际上 却异常恶毒的提问 许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专心致志地看着楼层灯的显示 听着机械黄绳的轻微摩擦声 走语却忍不住摘下墨镜 漂亮迷人的 眉眼渐渐猝了起来 碰碰啪啪 人类脆弱的身躯 与坚硬的电梯四壁不停碰撞 拳风呼啸中 伴随着记者痛苦的呼喊声 比如什么 妨害新闻自由之类的陈词滥调 然而殴打始终没有结束 直到那名记者像受伤少女般 鼻青脸肿 暴头缩于墙角哭泣 再也不敢说任何东西 挥手阻止了黑鹰安全人员的殴打 周亦目光微垂 没有一丝情绪地望着那名记者说道 你应该认得我 所以不要乱说话 不然我会向警察局报告 有位记者先生试图非离我 来自港都金融时报的记者身体僵硬 恐惧地望着走出电梯门的那位漂亮红鱼女子 半上爬不起来 媒体记者最擅长的就是秀别风向 然后跟随社会一直去痛打落水狗 所以他才敢如此嚣张地近距离采访许乐 然而他很害怕呀 菲利国防部长千金会落个什么下场 窗帘紧闭的公寓楼内 进行着激烈紧张的讨论 关于许乐所受到的指控 众人的看法并不一致 但是有一点意见很统一 就是这件事情将给许乐带来无法逆转的打击 案件本身不是问题 徐宗子平静看着案卷说道 公民编号为 DL开头的许乐 没有生物标记留下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检方提出生物标记对比 许乐沉默站在窗边 掀起窗帘一角 看着楼下狂欢般的新闻媒体 不知道为什么 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平静 从徐宗子的话中 他可以明确地感受到 人们其实都已经确定 他就是那个东林孤儿头发 只不过不方便挑明而已 这个不用担心 我们完全可以拒绝 生物标记对比申请 何大律师坐在沙发上 表情严峻地盯着工作台 郭木说道 那边不会愚蠢到让国防部 内务处主诉 肯定是会用地检署 许乐上校是现役军人 身份上有很多方便 而且宪章局不肯就此次指控 提供任何证据 徐宗子有些好奇地摊开手臂 望着窗边的许乐继续说道 那就等于说 检方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 除了那些东林中楼街的居民证词 可问题在于 这些证词并不具有绝对的效力呀 裴之源身份特殊 半路便悄然离开 何大律师则是悄无声息地加入了重任 听着徐宗子的话 他点头说道 不能有陪审团 绝对不能有 这些证人证词就没有任何用 何律师抬起头来笑着说道 长相声音任何东西 我们都可以给出解释 巧合 这一切都是巧合 有人会信吗 法律会相信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检方说服法庭上信任他们的指控 徐宗子 沉默很长时间后 望着徐乐说道 别说你只是个通缉犯 就算是个谋杀犯 依照你为联邦立下的功劳 按照总统先生的性格 他都会特赦你 一只沉默的徐乐转过身来 背靠着淡青色的窗帘 浓浓的眉毛微微促起 自嘲耍道 不管法庭怎么判 不管总统会不会特赦我 总之 总之现在 我是通缉犯 是叛国贼的学生 那么钱在里 我也就有了能叛国 我不是学心理学的 但这个我懂 青年公寓楼椅 以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包括小西瓜监护权 中家官司 还有今天的事情 谢谢你的安排 如果没有你 事情会变得更麻烦 许乐偏头夹着电话 双手如幻影般高速切着 三文鱼片 对电话那头的台支援 认真感谢道 必须 承认你在统筹全局这些方面 确实有先天的领导才能 不过按照现在的情况进展 到你当总统那天 我可能早已经被言论赶到了 乡下某个偏僻地方 对 甘高楼他爸去当农夫去了 最坏的结果 是帕布尔总统先生 特赦你 电话那头传来了 台支援平静的分析 如果真的是这样发展 那么你就不可能 去当农夫了 帕布尔先生是总统 不是以前的皇帝 要特赦你 必然要在别的方面 做出让步 许乐偏着头 右手握着的刀 下意识里静止 眯眼望着菜板上 一片片红烟烟的鱼肉 问道 有些事情是犯罪 不是政治 不能让步 你说的是古中号遇袭 在你看来这是谋杀 但你不要忘记 对于这个联邦里 绝大多数人来说 除了西陵人 钟老虎在那个时间段 死亡或者说牺牲 是一个普天同庆的事情 所有人都能从他的死里 获取好处 古中号爆炸 只过去了一年多 可这一年多 实际上已经是 很长的时间 足够人们忘记很多东西 像这种大多数人 暗自期盼的暴力 人们享受后果 希望遗忘过程 你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让人们 记起这件事情 电话那头 台支援的声音 显得格外冷力尖锐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就算是联邦总统 也不可能和整个联邦作对 看看你现在的处境吧 你刚刚试图接触这件事情 就有无数站在 阴暗角落里的影子 伸出手来 把你整成这副狼狈模样 他们现在是要搞臭你 而且你已经快要臭了 台支援在电话那头 沉声刷倒 如果你再不退步 他们就会搞死你 而且相信你很快会死去 能杀死我的人 还没有生出来 站在阴暗角落里的 那些家伙 我可以很轻松地找到他们 所以他们 也应该正在害怕我 取了右手 重新动了起来 对您满上的鱼肉 是以锋利的刀刃 轻声回答道 真把我逼急了 有些事情 不过是再做一遍 难度并不大 如此俗套简单 而骄傲的自我认知 从这个小眼睛男人的嘴里 说出来 却显得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想喊一场 这股子爆裂劲 让电话那头的台支援 陷入了沉默 将后院五毫米的手切鱼肉 错落有致地摆在瓷盘中 配上新鲜的生菜叶子 淋上市场里随处可见的生鲜乳酱 许乐满意地把手洗干净 然后从洗碗池下 拉出一个带密码索的工具箱 箱子打开 一片明亮的金属色 带着股刀剑般凛冽杀意涌了出来 许乐认真地审看这些枪械几秒钟后 开始快速沉默地进行组装 对于机械类伙解 有着过人天赋的他 又接受过白玉兰的特训 并没有花多长时间 便让一整套冰冷的枪械 出现在厨房的地板上 这些枪械是几年前 为了暗杀麦德林而准备的 只不过那时候的白秘书 从白水里偷的弹药太多 所以在二人的住宅里 都藏了一些 被搁在水池边的话筒里 响了起来 许乐夹在耳边问道 又怎么了 我听到声音了 排职员在电话那头 恼火训斥的 你准备干什么 打仗 这是首都特区 不是在帝国 也不是在前线 那边的家伙没准备开战 你就准备去杀人 杀谁 怎么杀 你想一个人 把联邦政府给洗了 你以为你是神仙 就算你这个自恋的屠夫 以为自己能 但你洗了之后呢 不要忘记 我们和帝国还在打仗 那些人不是买得灵 你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什么都没有 所以什么都不怕的家伙 想想前线的部队 想想对你寄予厚望的总统先生 想想那位舍了老脸和你握手给全宇宙看的老爷子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许乐对着话动恼火说道 现在这局面 就算总统先生特胜我 你以为我还能回实骑师 你以为我还能主持针对古中后的秘密调查吗 台支援 无论法庭最后怎么判 我就是一个通缉犯 一个逃犯 一个叛国贼的学生 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 他看着脚边的枪形 沉默片刻后说道 我已经臭了 臭大街了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尖刻就先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 再见 尖刻 第675集 第109章 奇臭如蓝 网都公寓 新闻事件的核心区域 正处于无数新闻媒体的包围之中 像长枪打炮般的摄影机和话筒 被记者们拿在手里 四处招摇着 根据黑鹰保安公司的最新情况回馈 青年公寓街对面的几状公寓楼 甚至已经被几家大电视台租了下来 已经有精密摄像机对准了许乐的房间 开始不间断偷拍 宽服墨镜架上了鼻梁 钻出汽车的许乐脸上 没有一丝表情 同样冷漠的邹遇 透过深褐色的镜片 看着那些被记者们采烂的绿地 想起当年在公寓里的幸福孕妇生活 忍不住在心中 骂了一句脏话 许乐少校 许乐少校 关于联邦调查局的指控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许乐少校 你真的是东林人吗 看这边 看这边 许乐少校 紧张亢奋的记者们 像潮水一样 扑打着黑鹰保安公司的安全人员 许乐快速向楼内走近 被挤在人群后 邻居家的小姑娘看到她 兴奋地抬起手臂 想要打招呼 却被她身旁的母亲拉住 那位母亲不好意思地 望着许乐笑了笑 许乐忍不住也笑了笑 表示理解 好不容易摆脱了记者 众人抢进了电梯 却没有想到 有位长相比较象征主义的男性记者 居然悄无声息地埋伏在了电梯里 话筒悄无声息地送到许乐的下河 许乐少校 我是港都金融时报的记者 那名记者 兴奋地直抹汗水 望着他问道 关于您和盘国贼渔峰之间的关系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对于盘国贼渔峰这个人 你有没有什么评价 电梯里很安静 只有那名记者看似寻常 实际上却异常恶毒的提问 许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专心致志地看着楼层灯的显示 听着机械黄绳的轻微摩擦声 走语却忍不住摘下墨镜 漂亮迷人的 眉眼渐渐错了起来 碰碰 啪啪 人类脆弱的身躯 与坚硬的电梯四壁不停碰撞 拳风呼啸中 伴随着记者痛苦的呼喊声 比如什么防害新闻自由之类的陈词烂调 然而殴打始终没有结束 直到那名记者像受伤少女般 鼻青脸肿暴徒 缩于墙角哭泣 再也不敢说任何东西 挥手阻止了黑影 安全人员的殴打 周遇目光微垂 没有一丝情绪地望着那名记者说道 你应该认得我 所以不要乱说话 不然我会向警察局报告 有位记者先生试图非理我 来自港都金融时报的记者身体僵硬 恐惧地望着走出电梯门的那位漂亮红鱼女子 半上爬不起来 媒体记者最擅长的就是秀别风向 然后跟随社会一直去痛打落水狗 所以他才敢如此嚣张地近距离采访许乐 然而他很害怕呀 非理国防部长千金会落个什么下场 窗帘紧闭的公寓楼内 进行着激烈紧张的讨论 关于许乐所受到的指控 众人的看法并不一致 但是有一点意见很统一 就是这件事情将给许乐带来 无法逆转的打击 案件本身不是问题 徐宗子平静看着案卷说道 公民编号为 DL开头的许乐没有生物标记留下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检方提出生物标记对比 许乐沉默站在窗边 掀起窗帘一角 看着楼下狂欢般的新闻媒体 不知道为什么 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平静 从徐宗子的话中 他可以明确地感受到 人们其实都已经确定 他就是那个东陵孤儿逃犯 只不过不方便挑明而已 这个不用担心 我们完全可以拒绝生物标记对比申请 何大律师坐在沙发上 表情严峻地盯着工作台 郭木说道 那边不会愚蠢到让国防部内务处主诉 肯定是会用地检署 许乐上校是现役军人 身份上有很多方便 而且宪章局不肯就此次指控 提供任何证据 徐宗子有些好奇地摊开手臂 望着窗边的许乐继续说道 那就等于说 检方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 除了那些东陵中楼街的居民证词 可问题在于 这些证词并不具有绝对的效力呀 裴之源身份特殊 半路便悄然离开 何大律师则是悄无声息地加入了众人 听着徐宗子的话 他点头说道 不能有陪审团 绝对不能有 这些证人证词就没有任何用 何律师抬起头来笑着说道 长相声音任何东西 我们都可以给出解释 巧合 这一切都是巧合 有人会信吗 法律会相信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检方说服法庭上信任他们的指控 徐宗子 沉默很长时间后 望着徐乐说道 别说你只是个通缉犯 就算是个谋杀犯 依照你为联邦立下的功劳 按照总统先生的性格 他都会特赦你 一只沉默的徐乐转过身来 背靠着淡青色的窗帘 浓浓的眉毛微微促起 紫嘲耍道 不管法庭怎么判 不管总统会不会特赦我 总之 总之现在 我是通缉犯 是叛国贼的学生 那么钱在里 我也就有了能叛国 我不是学心理学的 但这个我懂 青年公寓楼椅 以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包括小西瓜监护权 中家官司 还有今天的事情 谢谢你的安排 如果没有你 事情会变得更麻烦 徐乐偏头夹着电话 双手如幻影般高速切着 森文鱼片 对电话那头的台支援 认真感谢的 必须承认你在统筹全局 这些方面 确实有先天的领导才能 不过按照现在的情况进展 到你当总统那天 我可能早已经被言论 赶到了乡下某个偏僻地方 对 甘高楼他爸去当农夫去了 最坏的结果 是帕布尔总统先生 特赦你 电话那头传来了 台支援平静的分析 如果真的是这样发展 那么你就不可能去当农夫了 帕布尔先生是总统 不是以前的皇帝 要特赦你 必然要在别的方面 做出让步 许乐偏着头 右手握着的刀 下意识里静止 眯眼望着菜板上 一片片红烟烟的鱼肉 问道 有些事情 是犯罪 不是政治 不能让步 你说的是古中号遇袭 在你看来这是谋杀 但你不要忘记 对于这个联邦里 绝大多数人来说 除了西陵人 钟老虎在那个时间段 死亡 或者说牺牲 是一个普天同庆的事情 所有人都能从他的死里 获取好处 古中号爆炸只过去了一年多 可这一年多 实际上已经是很长的时间 足够人们忘记很多东西 像这种大多数人 暗自期盼的暴力 人们享受后果 希望遗忘过程 你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让人们 记起这件事情 电话那头台支援的声音 显得格外冷力尖锐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就算是联邦总统 也不可能和整个联邦作对 看看你现在的处境吧 你刚刚试图接触这件事情 就有无数 站在阴暗角落里的影子 伸出手来 把你整成这副狼狈模样 他们现在是要搞臭你 而且你已经快要臭了 台支援在电话那头 沉声说道 如果你再不退步 他们就会搞死你 而且相信你很快会死去 能杀死我的人 还没有生出来 站在阴暗角落里的那些家伙 我可以很轻松地找到他们 所以他们 也应该正在害怕我 取了右手 重新动了起来 对您满上的鱼肉 使以锋利的刀刃 轻声回答道 真把我逼急了 有些事情不过是再做一遍 难度并不大 如此俗套简单 而骄傲的自我认知 从这个小眼睛男人的嘴里说出来 却显得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强悍一场 这股子爆裂劲 让电话那头的台支员陷入了沉默 将后院五毫米的手切鱼肉 错落有致地摆在瓷盘中 配上新鲜的生菜叶子 拎上市场里随处可见的生鲜乳酱 许乐满意地把手洗干净 然后从洗碗池下拉出一个带密码索的工具箱 箱子打开 一片明亮的金属色 带着股刀剑般凛冽杀意涌了出来 许乐认真地审看这些枪械几秒钟后 开始快速沉默地进行组装 对于机械类伙姐 有着过人天赋的她 又接受过白玉兰的特训 并没有花多长时间 便让一整套冰冷的枪械 出现在厨房的地板上 这些枪械是几年前为了暗杀麦德林而准备的 只不过那时候的白秘书 从白水里偷的弹药太多 所以在二人的住宅里都藏了一些 被搁在水池边的话筒里响了起来 许乐夹在耳边问道 又怎么了 我听到声音了 排职员在电话那头 恼火训斥的 你准备干什么 打仗 这是首都特区 不是在帝国 也不是在前线 那边的家伙没准备开战 你就准备去杀人 杀谁 怎么杀 你想一个人把联邦政府给洗了 你以为你是神仙 就算你这个自恋的屠夫以为自己能 但你洗了之后呢 不要忘记 我们和帝国还在打仗 那些人不是买德林 你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什么都没有 所以什么都不怕的家伙 想想前线的部队 想想对你寄予厚望的总统先生 想想那位舍了老脸和你握手给全宇宙看的老爷子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许乐对着话动恼火说道 现在这局面 就算总统先生特胜我 你以为我还能回实骑师 你以为我还能主持针对古中后的秘密调查吗 台支援 无论法庭最后怎么判 我就是一个通缉犯 一个逃犯 一个叛国贼的学生 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 他看着脚边的枪形 沉默片刻后说道 我已经臭了 臭大街了 好了 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 再见 监客 第六百七十六集 第一百一十章 真的勇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哼 像谈狗屎一样臭了大街 所以你愤怒了 拿起枪准备去杀人了 许乐上校同志 我有必要提醒你冷静 或者说清醒一些 你当联邦英雄才几年 怎么 现在忽然变成通缉犯 你就觉得很丢脸 排之源在电话中 毫不留情地嘲讽着他 被人骂两句就受不了 就觉得自己很臭 在人们印象中 你就是块软硬不吃的 生影石头 怎么现在却变得这么敏感 是不是被那部纪录片 和那些勋章哄得 你快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没错 我确实喜欢当英雄的感觉 许乐莫眉狂挑 对着电话大声说道 小爷就是一普通人 谁他妈愿意当逃犯 不愿意当英雄 被闪光灯照着 我紧张 但我其实暗地里 美滋滋的乐 上电视我不去看 其实心里一样美着 怎么 我硬着脱皮做这些破事 当个英雄都不能吗 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我连屁都不是 我他妈的还是当年 那个东陵街上的孤儿 还是那个灰头土脸的小头发 所以他妈操蛋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操蛋的就是 你心里一直以为 背着什么血海深仇 不得已苦中的通缉犯大叔 原来真他妈的 是一个很操蛋的叛国贼 那我是什么 小叛国贼 许乐神经质地笑了笑 然后轻声骂了句脏话 电话两头陷入了 长时间的沉默 直到厨房里的 自动热水器鸣笛市井 才惊醒了情绪非常复杂的 两个年轻男人 好吧 我假装自己能理解 你现在的心理状态 即便此时 台支援依旧保持着 台家太子的 矜持和俯视感 可你必须马上冷静下来 把那些枪都收起来 你必须承认 现在的局面和当年不同 那时候 麦德林已经在准备逃亡 但现在你的敌人 明显没有逃亡的意愿 这等于说 留给你做判断的时间 还有很多 许乐 这个时候已经冷静了下来 安静地听着台支援的分析 叹了口气说道 我明白了 很好 排支援说道 法律方面的问题 你不用去管 我在思考请司法学会的 那些老人出面 就通级地追溯实现 做些文章 如果这个文章能做得漂亮 那么检方就没有任何办法 至于媒体和民众的反应方面 我也有安排 来个上校涉嫌谋杀 中司令的事情 我会选择适当的时机 投放出去 如此一来 你所收到的指控 自然会弱化很多 许乐沉默听着 心里当然清楚 莫愁厚山那位夫人 真愿意帮助自己 那么 现在面临的困局 肯定会得到有效的缓解 谢谢 他认真说道 你应该写 台支援回答道 挂断电话后 许乐发了会呆 然后把满项枪械重新踢回洗碗池下面 一抬头 却看见邹宇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了厨房 这时正拿着金属叉 津津有味的品尝着酱汁鲜丧文鱼片 你真有信心拿这箱子枪 把联邦政府洗一遍 邹宇用食指掀起 夹盘飘着的法司 认真咀嚼着 干香肥嫩的鱼肉 含糊不清地打去道 知道你有时候特别自信狂妄 可真不知道你在帝国待了一年多 居然狂妄到这种地步 许乐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往金属碗里打了四个仿击弹 倒入生粉开始用力地 成板 淡黄色的淡汁在他的眼前 旋转得越来越快 渐渐淹没了眼筒里的那幅画面 那是一幅联邦最高等级的精确地图 上面标注着四个地点 分别代表着副总统拜伦 等几位政府里的大人物 有联邦中央电脑的帮助 许乐相信自己如果提着脑袋去闯 说不定真有机会 把联邦政府洗上一遍 简单吃过晚饭之后 在楼外耀眼摄像灯的照付下 许乐开始眯着眼睛看电视 邹玉已经回了西山大院 律师们回到了各自的家 黑鹰的安全人员都在家外 只有他一个人 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光幕上 那些新闻主持人复杂的表情 那些被采访的东林居民 表情阴沉警告民众的联邦调查局 看着嘉宾们忧心忡忡地提到 当一名英雄和一名叛国贼 扯上关系后 对联邦安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他有些疲惫 有些累 有些厌倦 有些不甘 就在这个时候 他有些意外地接到了张小萌的电话 自从刘峰破会所一别之后 二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 那一幕露台上关于老情人的冲突 似乎让这对青年男女 对彼此的初恋都感到了释怀 但事实上谁能释怀呢 所以很少有联系 直至此时 我去过SR墓地 听说第二天你和施金海都去了 真可惜 我们没有碰到 我知道你现在负责某些工作 注意一下安全 因为电话容易被监听的缘故 许乐不会把张小萌负责 青龙山情报工作的事说明 就没说到 青龙山日益变远化 我很担心你们那个委员会 会不会 发疯的 我看新闻了 电话那头 张小萌沉默很长时间 也许他推了推黑色边框的眼镜 也许他轻轻地捏了下抽屉里藏着的恶魔脚 当时在学校里 我总觉得自己承载了很多秘密 很多压力 所以 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 有些事情并不是最重要的 现在才知道 原来当时你这个看上去沉默寡言 但乐观开朗的旁听声 居然同样承载着如此大的压力 我承受着 所以 可以伤害你 你承受着 却还在被我伤害 张小萌的声音 有些清淡的伤感 有些嗡嗡的 今天整个联邦看到的新闻的人 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可我只看到当年最需要温暖的你 结果被我冰着了 我有点后悔 许乐拿着话筒沉默了很长时间 身体站得鼻挺 好像就站在他的面前 忽然展颜一笑 温和说道 亲爱的 我们都还年轻 后悔 还来得及 夜晚更深的时候 简水儿发来了视频邮件 攻入帝国本土的联邦部队 正在进行占地轮换工作 铁骑士 新石骑士这两个 在第一阶段战事中承担了最重任务的部队 一命返回首都兴圈兴生 而简水儿所在的联邦舰队 空降旅 也在修整序列 前国民偶像 如今的漂亮女军官正在慢慢归城之中 在今天之前 整个联邦知道许乐秘密的 只有极少的几个人 老爷子 台湖人 当然 简水儿身为大叔的亲生女儿 是最清楚故事的那个人 在视频邮件里 美丽容颜上挂着两道机油痕子 反而显得格外动人的简水儿 并没有怎么去安慰许乐 反而带着从容有趣的心态 调侃着他名声急速堕落的过程 并且在邮件的最后 不引人注意的 提了一句 如果是自己 如何如何 看完了视频 许乐忍不住 猝着眉头自嘲地笑了笑 想到这一天的纷乱失态 发现自己应对的确实有问题 早就有思想准备的事情 为何还能令自己 显得如此愤怒 想想简水儿 如果将来某天 联邦新闻界忽然爆出 她是叛国贼渝峰的亲生女儿 而且她还有一半的帝国噱头 那又该是怎样恐怖的局面 又过了半个小时 李孝通的电话终于来了 许乐不知道在当前的局面下 这位七少爷拨通自己的电话 需要思考斟酌斗争多长时间 不过既然电话响了 听到对方安慰的声音 许乐感觉终归不错 有些温暖 在夜最深沉的时刻 靠在沙发上假妹的她 右手紧握着电话 再次响了起来 那头男子的声音轻声细语 格外甜宁 老板 我看到新闻了 我本来以为你会最早打过来 许乐点燃了一根音 美美地吸了一口 现在哪里还有时间看电视呀 这时候起来换尿片 才偶尔瞄了一眼 白玉兰在电话那头轻声细语说道 事儿看起来好像有些麻烦 有事儿你说话 她根本不在意许乐 是不是通缉犯 是不是逃犯 是不是杀人犯 是不是强奸犯或什么犯 相信七组那些队员们也都不在乎 他们只在乎有人在搞事 他们应该怎样搞回去 许乐夹着烟卷的手僵在空中 想起在帝国那片草殿上老白告别时的话 戒烟是为了生孩子 原来已经有了孩子呀 是啊 只要自己说话 那个长得像娘们的家伙 肯定会特爷们的把尿片扔到墙上 双手持枪就冲了过来 不麻烦 很好处理 他微笑着说道 我会处理得很漂亮 那是假话 许乐所面临的局面已经 花果飘零 险恶同生 前途暗淡里透着不可知的凶险 他并不知道 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废城 有位了不起的老人正用破口袋冠风般的沙哑声音 讲着一些真话 替他处理一些事情 鲍勃主编大口吸着军中特供的白河三姬 眼睛被逊得有些发红 他很清楚 这场所谓专访 事实上应该是最后最神圣的记录 所以记录得非常认真 带着复古奢侈异味的小铅笔 在植物纤维纸上快速移动 记下了那一段 又一段最真切最鲜活 也是最震撼的历史 亲耳听着病床上的军神大人 讲述着壮丽灿烂的一生 他感觉有很多热血涌入大脑 然而最后却被老人简单的几句交代 冻成了寒冰 武德嘴里的香烟已经烧到了过了一嘴 他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震惊地看着床上的老人 惊慌失措地说道 我不相信 那个叛国贼 怎么可能是您亲弟弟啊 鲍鲍鲍鲍 大口吸着香烟 被呛得连声咳嗽 好了 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 再见 监客 第六百七十七集 第一百一十一章 最后的专访 很长时间 鲍鲍主编才艰难地控制住咳嗽 炼杖的通火 手指微微颤抖地将还剩半根的香烟狠狠 碾吸在烟缸之中 哑声说道 元帅 如果你坚持要把这个故事放进来 我拒绝看法 至少 我拒绝 出自我手的 床上的老人 已经到了生命最衰弱的时期 房间里本不应该有烟雾 但鲍博和武德 还是没有忍住撕开了白河特供三七 开始一根接一根地燃烧精神般的 拼命地瞬息着 所谓最后的访问 是为病床上那位老人将来沉沉的黑棺上 附着君旗做蚊子说明 沉甸甸的责任感 和两位记者难以复合 尤其是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这种事情 有政治上的风险 但对于鲍博来说 他很少会考虑风险这种东西 不然当年他也不会针对 麦德林议员发出那般 强悍有力的指控声音 可他必须考虑自己的情感 他的情感不允许自己 在老人最后的访问中 写下那些颜色意义成会案的东西 李皮肤疲惫的半椅坐在床头 脸上深褐色的斑痕没有什么光泽 就像是严重缺水的植物一般 给人一种时刻会化作灰朔被风吹散的感觉 但老人的脸上一直挂着平静的笑容 大概早已经看透了生死之间的事 看透了超过生死的事 他望着两名记者 温和地说道 特级日报 是联邦里勉强能看的报纸 你们两个是个好记者 鲍勃和武德同时改变了一下坐姿 被君神亲口赞扬 自然难免骄傲 却又难免紧张 好记者的责任 不就应该是写真事吗 老人笑了起来 沙哑空洞的声音 在安静的房间内回到 把弥漫室内的烟雾震得 惊扰不宁 联邦三十七县里 最出名的叛国基修师 他确实是我的亲兄弟 这又有什么不能写的呢 鲍勃向左靠在椅上 两根手指撑着下盒 沉默很长时间后 忽然开口说道 您坚持记录下 这个本来就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事情 是想替许乐上校分担压力吗 苍老如枯干树根般的手 安静搁在雪白被褥上 清晰的静脉里 尽快要感受不到生命的流动 老人轻笑着回应道 我这一辈子被联邦命中 富裕了太多荣耀 但我却有很多事情 一直瞒着他们 将死之时总会觉得有所亏欠 除此之外 自然也有你所猜测的东西 像许乐这样不错的年轻人 我应该被这些上辈的 用俗故事拖累 联邦需要他 我们 哦不 更准确地说 是你们以后会需要他 很需要 所以您不惜自泼污水 以减轻整个联邦对许乐上校的不信任程度 宝宝右手举起铅笔 认真地望着床上的老人 剧烈的咳嗽声响起 从床头那具苍老身躯内爆发回荡 如一座千年的钟 被时间的风无情吹拂 嗡嗡不息 老爷子艰难地抬起手臂 擦拭掉唇边 嚼着的白目 继续说道 我只是想让联邦明白一个道理 叛国者的兄长 并不见得是叛国者 那么 许乐作为叛国者的学生 自然也不见得就是叛国者 可如果民众因为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愤怒狂热 甚至迁怒至许乐上校 那您的意愿岂不是无法落到实处 我相信 联邦人民会相信我 老爷子说道 两个简单的相信 代表着他和这片星域 数十年之间无人敢质疑的过往沧桑 宝伯愣愣愣愣 然后轻轻点点头 盯着手里的铅笔头 沉思半少 抬头认真说道 我答应您 关于您和您弟弟的故事 我会一字不动地放入砖访之中 谢谢 袁帅大人 关于这片专访 能不能加入一些民众很感兴趣的事情 宝伯主编 又点燃一根白河特供三期 将小小方方的笔记本搁在西头问道 啊 比如您的爱好 您的性格 您的退休生活 这些年来 您最开心和最伤心分别是什么时候 要知道已经几十年了 联邦新闻界从来没有挖掘到这部分的内容 东陵西陵上陵三个大区上百亿民众 已经好奇了他们一生的时间了 我 我是一个发生可撑的无畏家伙 老爷子揉着胸口 哑声笑道 而且脾气很暴躁 就像这时候 看见你们抽烟 却想到自己 已经十年没有抽过一支烟 便觉得 无比愤怒 鲍博主编笑了笑 却没有放弃一位优秀新闻从业者 化身为崇拜者难得的提问机会 好奇问道 您这辈子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是不是当您驾驶着M37杀死帝国皇帝的那瞬间 当然不是 李匹夫眯起眼睛 望着空间里飘荡着的烟雾 说道 那只是一场战斗 和我这辈子参加过的无数场战斗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老人缓缓低头 看着正在不停记录的两个人 画白的眉毛忽然挑了起来 沙哑说道 我 这辈子 记忆最深刻的瞬间是在帝国 我抱起面前的那个婴儿时 刚好有风把硝烟吹散 阳光露了进来 直直照在小丫头的脸上 她漂亮 孱弱的 就像一朵刚刚吹开半的小花呀 那最开心快活的是什么时候 宝宝好奇的 望着老人继续问道 是 二四大战获得最终胜利 还是您脱下元帅军装 正是退休的那一天 联邦元帅根本就是一个 没办法开心快活的工作 老人揉了揉松弛的脸颊 带着浓郁的遗憾 退休本来以为会很开心 结果也没有办法开心 刚才就说过 医疗小组不让你抽烟 安全小组不让你去捡草坪 宣传小组更不可能让你去赌场 退休的元帅仍然还是元帅 不自然 或许以后就能永远自由了 苍老的面容上浮现出一丝自嘲的笑容 君神李匹夫低声说着 就像是某种自言自语 又像是某种催眠的符咒 渐渐他的眼睛闭了起来 警报声响起 侧方内堵玻璃木枪搜的一声收回 表情严峻的 医学专家们拿着生理数据屏 向冲锋般高速冲了过来 反映烧满线的军方降临 瞪圆了双影 反映最快的陆军总医院院长 一脸惊恐的冲到床边 下意识里伸手向老人的颈下摸去 就在这时 那双疲惫苍老的眼睛豁得睁开 精光眨现之后 竟是平静和淡淡细虐 冲进病房的人们断食傻了 陆军总医院院长 神经质般地挠了挠头发 看了一眼监控设备上面 无比正常的线条 傻笑两声 看见没有 虽然我这个冤帅已经快死了 可还是被他们看管着 李匹夫望着目瞪口呆的 两位记者微笑说的 他们最擅长用各种各样的谎言骗我 明明说是单向监控 那边 看网易我 结果呢 他们一直在那边盯着我 还得演戏演成没有看我的样子 真是辛苦啊 鲍勃和武德护士一样 语气难消地拍着胸口 僵硬地坐回椅中 觉得口中干咳一片 赶紧端起杯子猛灌两口 老师长 不做全面监控 怎么知道您是睡着了还是 陆军总医院院长 当年在战场上 是17式二团一营的医疗官 他看着李匹夫自然与众不同 耸了耸肩回答道 语气并不如何紧张 静扯犊子 李匹夫面色严厉地逊了一阵 然后扭头望向鲍勃 抬起右手 分开食指与中指 咳了两声后 故作平静地说道 来给您瞅瞅 其余的医疗人员都退回了 各自的工作岗位 鲍勃主编听到这个要求后愣了愣 很自然地将求助的目光 投向那位医疗界 大佬的位置 院长看着床上那位老人 平静中夹着一丝恳请的脸 不知为何 竟感到心窝里像被锋利的刀狠狠刮过 酸痛异常 根本不敢再看 将叹息 咽入腹中 强子微笑地嘲讽了一句 板勾着身子走出了病房 武德记者紧张地站起身来 尽可能 快 却没有任何的噪音地走到床边 取出香烟 小心翼翼地塞入 看哭嚎的双唇里 然后双手握着金属防风打火机 啪的一声点燃 不知道是因为如此近距离接触老人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武德在点烟的过程中 显得非常紧张 手指手腕 以至全身都在轻微颤抖 李匹夫很自然认真的吸了一口烟 住着梅家沉默片刻 似乎是在分辨这口烟 和十年前和更多战场前 那样的烟味有什么区别 终究老人放弃了这种努力 微笑说道 谢谢 接着 老人的眼中泛过一丝两光 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香烟似乎真的有帮助人类思考的作用 我现在忽然想起来 这辈子什么时候最开心快活 鲍勃认真地听着 记录着 还是在帝国 那年运输舰中了帝国舰队的埋伏 实习时被迫 紧急降落在一个帝国行政行上 按照秦报 东北行政行地表上驻扎着的帝国皇室最强悍的两个庄稼大队 打黄金旗IZ的家伙 我不知道我的小伙子们会混死多少啊 所以心情很糟糕 结果接触之后才发现 原来石器师的运气真的不错 病床上的老爷子 眼睛微眯 笑容满面 却又无比嘲讽 那颗星宿上没有皇家大队 只有十万人的本土驻军 恰好是那只最出名的 在东北星系玩泥巴的林三师 什么事情最令人开心啊 当然是你本以为身处绝境 却发现上苍如此垂裂 让你碰上了一群百质呀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监客就先和您搞一段路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再见 监客 第六百七十八集 第一百一十二章 议会被迫沉默 从风雪漫天的首都特区 顺移至温泉营湖的废城 为联邦军神进行人生最后一场专访 即便对鲍博和武德这样 酒精风霜 亲自见证联邦无数大事的人来说 都是非常突兀的震撼 而这场专访结束的也无比突然 床上那位虚弱的老爷子抽完了一根烟 说了声谢谢 然后说了声再见 他们便被礼貌地请出了房间 站在院落间那棵槐树的影子下 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 感受着扑面而来的微寒的风 鲍博和武德持续发呆 然后几乎同时点燃相应 今夜抽的烟太多 多到口腔内牙根处竟是一片苦涩 国防部文宣处的两名中校 一直等在院子里 与二位记者进行了一番交流 紧接着 刚刚打成一号专机赶到费城的 总统官邸新闻主管也紧张上前 压低声音询问了相关情靠 并且提出了事先审稿的要求 鲍博主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官邸新闻主管的请求 以他如今在联邦新闻界的地位 加上他与帕布尔总统之间 良好的私人关系 更关键的是他乐手半生的职业准责 这种拒绝理所当然 方先生有些道 虽然我相信联邦民众 对元帅的崇敬之情 不会因为这篇专访就动摇 但作为执敌者的我们 却很有可能被民众怒目而视 武德狠狠吸了口相应 沉声说道 我更担心 报社会被 扔无数狂烂水果 老兵协会那些职业游行家 可不是好惹的角色 不用管这些 打电话让秘书查一下夜班飞机 我们必须连夜 把这批专访赶出来 鲍波主编想把烟头扔掉 却发现李家院落里干净 整洁无比 竟找不到合适的毁烟灭迹的角落 之后 鞋尖采息后 捏在指尖 为什么这么着急 我认为应该至少让编委 编委会看一下 武德惊讶问道 来不及了 鲍波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槐鼠烧头悬着的那轮圆域 和更远处深蓝天际县的那轮圆域 说道 元帅的时间已经不多 他等着要看这篇砖发 没有人知道老爷子究竟还能等多少天 所以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出来 武德沉默半生 叼着烟卷耸耸镜 赶伤说道 这篇转发一出 大可稍微有些至少的民众 都能猜到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猜到军神快要不行 真不知联邦会有怎样的反应 什么样的反应都不足为奇 鲍波主编下意识捏弄着干瘪的 叹心过立嘴 感慨说道 联邦就一个军神 除了真正知道内情的总统官邸 军防高层和莫愁厚山那位夫人之外 大概那几个大家族的老人们 也隐约猜到费城正有某件大事正在发生 但没有任何权威信息发布之前 纵使猜到也没有任何人敢议论这件事 因为病床上那位老人的身份太特殊 所以首都特区政界的大人物们 没有收到风声 他们的注意力依然放在前线战士 西陵官司和刚刚爆炸出来的 关于许乐上校的新闻事件上 巍峨壮观的义惠山沉默地 矗立在寒冷的风雪之中 被数十根巨大原形 石柱拱卫的凶伟建筑内部 却是温暖如春 并且因为此时激烈的争论 甚至是辱骂而变得炽热起来 在刚刚的表决中 政府提出的追加军事预算提案 在极为艰难的局面下 评解几名来自A4工业界 别议员的临时倒戈 惊险至极的低空通过 双方议员投票的差距 竟只有7票 议会山里所有人都明白 为什么在联邦部队节节胜利 帕布尔总统声望日龙 民众支持力不断爬升的当下 为什么这个半月前 就开始吹松的预算提案 会通过的如此艰难 那是因为联邦政界有很多势力 因为许乐上校的新闻世界 嗅到了某种诡异的风声 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 站到了总统官邸的对立面 试图从这个事件中 获取某种政治利益 这是阴谋 肮脏的阴谋 彻头彻尾的政治阴谋 壮丽的议会山内部 倾斜的角度极大的 一元席分层而设 看上去 威压感极为强大 半椭圆形的座椅设计 更让密密麻麻的一元席 产生了某种太空歌剧般的神圣感 衬得正中间的三层主席台 反而显得有些悲小 一名穿着淡桃色套装 月某五十岁左右的女性议员 此时站在主席台的话筒前 激动地挥舞着手臂 向大厅内的通僚们发起最严正的指控 在他的身后 联邦管理委员会副议长西安先生 以及法定议长联邦副总统拜伦先生 表情平静地注视着 他那头不停甩动的简练短发 伊沃议员在选区东里 如同帕布尔总统的出身一样 她是一位矿工的女儿 在议会中向来以激进和底层民众利益代表著称 她冷冷地盯着高处的议员们 说到 总统先生 秘密授权许乐上校调查 谷中豪预期一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联邦调查局就指控许乐上校是名通缉犯 难道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通缉犯 宪章局为什么没有数据证明呢 伊沃议员重重地拍打着戳子 指着众人打声说道 就凭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证人 你们就要把一门联邦英雄打成罪犯 这是何等荒唐无理的指控 没有一个人去追问谷中豪预期的真相 却只把污水泼向联邦出生入死的许乐上校身上 那名涉嫌此案的赖克上校被逮捕之后 送去了哪里 为什么我向国防部发文却如没有回音呢 退一万步讲 就算是许乐上校是你们所说的通缉犯 我又要请问 他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行 能够让你们如此愤怒 恨不得马上把他枪毙呢 女医员叹开双手 感慨万分地说道 我不知道这个大厅里隐藏着多少背后的交易 我只知道我走进议会山时 都要把双手抚在了宪章上面发誓 但很明显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忘了这一点 我来自东里 如果许乐上校来自东里 我只会感到骄傲 我的发言完了 议会山内一片哗然 高显入悬崖的议会员席位上 响起无数反对的声音和愤怒的斥责 一位带着金丝边眼睛的男议员敲响面前的发言铃 皱着眉头说道 一我一员 我想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风动 我们坚持对许乐上校进行调查 当然是从宪章精神出发 宪章精神 鲍尔森议员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 你在当选议员之前是前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 而更早之前你是胜高投资公司的高级董事 一我一员望着他 带着一丝极胆的嘲讽说道 胜高投资一直试图说服政府对古中公司进行分割 你在旗舰扮演怎样的角色 还需要我来说的更明确一些吗 从宪章精神出发 我很怀疑当你的手放在大宪章上 心里想的是不是钞票呢 无面 鲍尔森议员恼怒地挥舞着手臂 立声说道 无论你怎样扭曲事情的真相 都没有办法替罪犯洗脱罪名 许乐上校隐瞒身份进入军队 隐瞒他与联邦头号通缉犯之间的关系 一我一员 以你法学硕士的学历 应该很清楚他究竟触犯了多少天联邦宪章法律 你必须为你刚才的发言负责 鲍尔森议员回头望向四周的通聊大声说道 总统先生也必须对此负责 他为什么允许保释许乐 他难道不知道这个人对联邦安全造成了多大的隐患吗 他冷冷地盯着台下 说道 许乐是联邦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叛国者的学生 谁能解释他隐姓蛮名进入首都兴圈的真实目的 谁能向全体联邦保证 他的行为背后没有隐藏任何阴谋和野心 叛国者的学生就是叛国者吗 一我一员大声反驳道 现在不是前皇朝时期 没有血统定罪这么荒谬的事情 诸位 醒过来吧 看看眼前前线的战火 我们需要的是团结 是冷静 而不是狂热的道德迫害 或许 一我一员的发言是清醒的 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 越是在战争时期所谓道德立场 越是最敏感的词汇 他的发言瞬间被淹没在嘲笑和斥责声中 整个议会大厅不停回荡着诸如叛国阴谋审判之类的字眼 就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议员忽然注意到大厅角落里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们看到很多职业 很多自己办公室的职员满脸焦虑的出现在过道中 隔着急远 向着自己坐着暗示 这数百名掌控着联邦命运的议员并不见得都是聪明的人 但在政治方面却肯定都拥有过人的敏锐度 换句话说 他们都是最保守的那群人 看到办公室职员的暗示 虽然不明白真实原因 但针对许勒上校和帕布尔总统的猛烈进攻渐渐变得稀疏起来 随后所有议员手里都拿到了今天提前出版的首读特区日报 看到了这份联邦第一严肃大报 整整三个版面的专访 短暂休会半个小时 伊沃议员站在主席台上 一脸严肃地挥舞着手中的报纸 大声问道 现在还有谁认为叛国者的学生就一定叛国呢 鲍尔森议员喘着粗气坐了下来 整个议会大厅一片死寂 只有伊沃议员响亮的声音 他手中那份报纸不停挥舞 报纸上面军神李匹夫正在微笑 却让议员们感到无比黄口 有些鲜鱼呼吸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和您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再见 第一百一百一十三章 让步的联邦和个人 首都特区日报 占据了三个整版的专访 出现不到十分钟 旺都青年公寓四周的记者摄像机转播车 以至于对面公寓楼里 二十四小时两灯的房间 顿时少了一大半 后知后觉的新闻工作者们 在震惊无语后 马上开始向费城狂奔的竞赛 当天 由首都特区飞往费城的航班 全线爆满 依然有很多人没有拿到那张宝贵的机票 可惜费城不是旺都啊 病重的军神大人 自然也不是年轻的许乐商校 几家著名电视台的飞机 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费城领空 便被军方严厉的命令 降落在三千公里之外的 某个不知名小机场 而陆续赶到费城的记者们 也被鹤乡实弹的第一军区特卫护卫营 强悍的驱赶到了山腰旧城之中 并且没收了所有的远程距离高清涉漏设备 这是严重侵犯新闻自由 或者说人权的举措 但在这种时刻 没有任何电视台或报纸 敢对联邦政府的举措 提出任何愤怒抗议 以往他们可以骂总统 骂议会 骂尽天下官员 可此时如果面对着 峻星陨落之前的景象 若是有人还真的敢质疑什么 只怕第二天 就会被愤怒的民众 蹂躏成历史的垃圾碎片 青年公寓外 不再像前两日那般嘈杂的令人生厌 许乐默默看着光幕上的电子新闻 站起身来扶着额头思考片刻 穿上军装悄无声息地 从后窗爬了出去 有联邦中央电脑的帮助 他轻而易举地避开记者们的窥视 在傍晚之前赶到西郊军用机场 登上了国防部早已准备好的专用飞机 夜晚七点十四分 许乐抵达费城 来到湖畔那片院路 走进一满药剂味道和精密医疗器械电子音的房间 安静地坐在那张铺满白云的床边 轻轻握住云中那位老人 受销而依然永利的手 没有人知道李匹夫和他说了些什么 人们只知道许乐在费城并没有待很久 便再次返回了首都特区 墨绿色的军车接着他 然后直接驶进了西山大院 这时已经是清晨 西山大院深处 邹部长家的小楼被笼罩在一片清淡的晨灰之中 残血混着楼前的枯叶 密密杂杂地像大地苍老的皱纹 总统先生昨天晚上也在费城 我走之前和他见了一面 二楼书房中 许乐双手捧着邹玉刚端进来的滚烫的橘子茶 浓眉醋得极紧 轻声说道 总统先生和我说了一些事情 提到了他患病的女儿 他说 每个人都有在乎的人或是 所以在某些特定时刻 总是需要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 而这种妥协与让步往往比大踏步前进 更需要智慧和勇气 他回忆了一下 确认自己附书总统的话 没有一个字的错误 邹应兴部长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若有所思 首都特区的大人物们 知道军神李匹夫的身体状况后 集体前往费城探望 不管这些人最终能不能见到病床上的老爷子 但他们必须去以表示自己的态度 但身为国防部长的他 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留了下来 一方面是因为帝国前线的战事还在持续 另一方面也和这位学者封渡将军的处事方法有关 袁帅的身体究竟是怎么样 邹应兴问道 状况非常不好 脏气衰竭得很厉害 许乐放下橘子茶 胡乱地揉着头发 停顿片刻后说道 纯粹是年龄和陈年旧级的问题 陆军总医院的看法极度不乐观 认为老爷子可能随时离开 邹部长沉默片刻后说道 我一直在后勤基地 认真算起来没有在他老人家直接指挥下做过事 不过每个联邦军人都认为自己是袁帅手下的普通义兵 听到这个消息 我心情很不好 许乐的左手从额头揉着后脑 有些恼火地说了几句脏话 袁帅那篇专访的内容 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震动 邹部长静静地望着他说道 其实袁帅和那个叛国贼 也就是你的老师之前的关系 在军方上层并不是绝对的秘密 毕竟相争多年 像梅尔斯上将这样的老人 多多少少会猜到一些什么 我们本人以为 袁帅过世之后 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 自然以后的联邦也就不会知道这件事 谁也没有想到 袁帅他老人家居然会自己安排了一场专访 把这件隐秘的往事说了出来 这意味着什么呢 邹应兴取下眼镜 有些疲惫地揉着眉心 感慨道 任何人都必须承认 李袁帅是联邦 唯一历史上挑不出任何缺点的李秀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本来应该无比完美 但他没有接受这种完美 他抬起头来 静静地看着许乐说道 你应该比谁都明白 袁帅这样做的原因吧 我明白 这是为了保护我 许乐低着头 眼睛盯着军靴上的尘 说道 老爷子的身体已经很虚弱 昨天夜里我们没有谈太久 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 许乐抬起头来 干净地眼眸里 带着疲惫的血丝 说道 老爷子知道我的性格有缺陷 如果任由事情这么发展下去 我会冲动起来 老爷子并不希望我成为一个 清道夫那样的角色 那样的角色只能破坏 无法见识 对联邦对民众 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 你能明白袁帅的苦心 我很欣慰 我相信总统先生也是同样的意思 邹颖兴 缓缓松开揉眉心的手指 望着他平静刷刀 光明与黑暗是一对双胞胎 谁也没有办法推翻这一点 即便你今日 金石 暴起杀人 以生命为代价 将眼前的黑暗一扫而光 可日后呢 你若死了 日后联邦里新生的黑暗 又交给谁来清理呢 邹部长望着他 继续说道 袁帅当年有能力 把政府轻一遍 甚至能把所有人都杀死 但他没有这样做 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仔细阅读一下 袁帅的履历档案 几十年来 即便是他都在不断的退步 让位 妥协 而这正是为了以后 更坚定 更平稳的前进 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男人 军人 就应该学会隐忍 看着 守护着 不情言牺牲 更不屑于 与那些萧小之辈同归于尽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算作把自己完整的生命 全部献给联邦和民众 袁帅这样坚持了一生 我希望你能为之为应 楷模 嗯 取了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点了点头 这是你的最新人命 邹应兴从书桌抽屉里 取出一份明显 刚刚拟好的电子文件 说道 总统先生已经签字 你被任命为 政府特别代表 前往西林 主持总装激励战略军械实验 同时 你全权代表 政府与帝国地下 抵抗组织的代表 进行谈判 徐勒缓缓抬起头来 眼中满是疑惑 他能预测到 自己将被踢离 首都特区这个政治漩涡中心 却没有想到 会去西林执行 这样一个任务 首都特区日报 那篇专访刊出去后 整个联邦都陷入 某种不安与惶恐之中 这篇明显带有某种 立以悲性质的大文章 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意味着某位老人 可能马上就要离开 某个时代即将结束 联邦民众根本无法想象 联邦没有军神会如何 虽然这十余年的时间 那位老人早已经脱下了 元帅军服 安静地坐在费城湖盘钓鱼 可只要知道他还活着 无论是在前线部队 还是在费城 人们都很安心 曾经危阵宇宙的 君神李匹夫 在他即将离开 这个宇宙的时候 又一次地震动了 整个宇宙 消息传到百慕大 海盗和大亨们集体失语 不知该有怎样的反应 消息传到帝国 白井皇族开始举办狂欢舞会 深色眼通的皇族们 不知饮了多少杯烈酒 总之所有人知道 君神快要死了 所有人或悲伤或枉然 或恐惧或平静 或喜悦地等待着 那一天的到来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 被联邦最顶尖医生们 宣靠死刑之后的李匹夫 偏偏没有死 又极为强悍地活了过来 虽然知道 这只是暂时的现象 君神的健康 已经严重恶化 无法再坚持太长时间 依然令无数人 感慨激动万分 那具苍老身躯里 蕴藏着的顽强生命力 和令人恐惧的意识 似乎让死神都感到恐惧 选择了暂时离开 君神李匹夫 只要一天不死 他就是宇宙里 最亮的那颗恒星 永恒不变地 照耀着联邦 他就是SE上方 那轮鲜活的太阳 每天夜里 没入地平线 第二天却又倔强 强悍地升起来 照亮所有 不管那轮太阳 会不会在第二天熄灭 费城那位病床上的老爷子 通过专访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联邦调查局 马上终止了对许乐的秘密调查 地检署封存了相关的卷宗 议会山再也没有议员 提出召开特别听证会 至于叛国贼的指控 更是没有人会提起 有潜在实力控制 影响整个联邦政治架构的人们 或者说整个联邦 被迫对一个人 让步 对于那个虚弱不堪 已然垂死 连话都快要说不出来的 老爷子 让步 民众只知道风亭云散 整个联邦一片安宁平静 带着某种纪念意味的肃穆 却不知道这种氛围之后 联邦政府内部各部之间 议会山里进行了怎样 激烈的争动 宪章局沉默 国防部站在许乐背后 却不方便表态 总统官邸同样如此 那一方停止对许乐的指控 却不可能再允许他 继续自己的调查 允许他接触那些核心机密 现立71年深冬的某一天 许乐登上了 前往西陵的军用飞船 好了 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尖刻就先和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 尖刻 第680集 第114章 终于回家 西郊军用机场 大型除雪机 喷涌着泡沫状的化学剂 被积雪覆盖的停机屏幕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 无比扩大的洗脸盆 那艘准备前往西陵的金型军舰 看上去就像块 旧式肥皂版 滑稽可笑 许乐站在军舰下方 竖起军风衣的衣领 挡着风寒 虽说 这些刺骨的寒风 对他强悍的身体来说 没有任何影响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身体由内而外 透着那股寒意 因为他清楚 他这一离开 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能 再和老爷子见面 下次收到消息 应该就是老爷子辞世的那天 今日前往西陵 从某种意义上 便是和老爷子绝别 因为涉及到 政府司法间的内幕交易 许乐选择了 无声无息的离开 西郊军用机场上 没有任何记者 没有任何官员 只有专程赶来的朋友们 西陵看着远 军舰全速航行 也不过是十来天的事情 邹宇平静地望着他说道 去避避风头也好 就当是度假吧 南乡美站在邹宇的身边 微笑望着他 没有说什么 伦秀的部队 马上就要回来了 其中有杜少卿的铁骑士 和你们试 李小通 跟许乐点燃一根香蝇 压低声音说道 谢天谢地 你肯离开 如果真让你查下去 肯定又是麦德林事件的重演 作为你的投资人 我真担心血本无归啊 许乐笑了笑 想到石器师的战友们 马上就要回来 而自己却没办法和他们见面 心情有些低落 所谓避风头度假都是假的 拜伦副总统和军方激进派 还有那些 唯利是图的家族议员们 只是不希望他这块东林石头 再去查古中号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似乎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渡假就是渡假 你不要想别的什么 邹宇竖起手指 凌冽十足地盯着他 你瞒了我们这么多年 现在才知道 原来你真是块东林的臭石头 但至少现在 你得把这臭石头的脾气收起来 明白 许乐平静回答道 然后欠下身 与邹宇南乡美轻轻拥抱 和丽小通紧紧握手 台支援在准备明年的议员选举 所以没有前来 然而环顾四周 一直没有看到施青海的身影 他刚有些温暖的心 又生出一些不安 他转身 牵起钟烟花柔小的手 二人向悬梯上走去 一直安静站在他身边 一个字都没有说的钟烟花 忽然开口好奇问道 就这么回家了 怎么可能 许乐牵着他的手 忽然发现短短这几天的时间 小姑娘似乎又长高了些 渐渐要向清秀少女的方向发展 微笑说道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哥哥 你杀进帝国后 联邦以为你死了 又做过一个纪录片 上面你的那些手下说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 你习惯小人物的报仇 要从早到晚 钟烟花 睁着大大的无辜的双眼 望着他认真问道 喜乐笑了起来 揉着他柔顺的黑色短发 没有说什么 钟烟花开心地笑了起来 靠着他的手臂 轻轻地摇晃着身体 战箭轰鸣 震动之中 许乐牵着小女孩踏上了返回西林的旅程 通过监视光幕 看着白茫茫一片的首都特区 想着那些建筑里的政客们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 明年便是大选 他期待着帕布尔总统成功连任 李再道将军在联邦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的位置上 坐得更牢固 和邹部长一同压制住军方那些激进派 几方掌握全面的战略优势 那时他将归来用礼貌 有理或简单粗暴的手段 向那些人索取他们应有的代价和利息 县力72年 新年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那个令所有人忧虑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在战争中获得胜利荣耀与实际资源利益的联邦 一片歌舞升平 前线部队展开了第一阶段的轮换 在进入帝国本土军事行动中 承担严苛任务的八支地面演战部队 分别乘坐军舰返回首都兴权 联邦第三军区 第七鸡血师和第一军区石漆装甲师 经过就业基地的短暂休整后 在热情民众的欢呼声浪中 降落地表 铁骑师没有返回到S3原住地 这个变动让某些军事分析家感到奇怪 但在政府内部却没有引发任何回想 因为咒所周知 帕布尔总统对少卿市长向来极为信任 更何况这是宪章光辉庇护下的走独兴圈 根本没有任何人会往那些危险的方向去思考 新时期时官兵对于许乐曾经遭受的指控 有怎样的心理反应 没有人知道 人们只知道以蔫坏著称的于成海市长 像个红龙眼的疯子般用最快的宋毒 冲到了费城 冲到了他老市长的病榻之前 第二天清晨 杜绍卿也赶到了费城 事实上第一波轮换的所有部队军事主管都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来到了费城 从前线撤回来的部队主要隶属于一三军区 提前两个月出发进入帝国前线的第二波部队 自然大部分出自二四两大军区 不知道是出于警惕青龙山反政府军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被调往帝国前线的地末部队大部分出自西林 还包括了青龙山的特医军 明眼人都能瞧出啊 这是联邦政府打乱西林军事军区编制 从而完全控制兵权的手段 然而如今西林中家已然分裂 内乱难修 根本无法形成统一而强有力的声音 根本无法阻止这种趋势 西林啊已经没有了老虎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 深陷混乱风波之中的许乐上校 牵着中家小公主的手 挥到了西林落日中 东陵人像石头一样沉默坚韧 西林人却有着最鲜明强烈的朴素爱憎 他们根本不在乎许乐上校触犯过多少联邦法律 他们只知道许乐为中司令夫妻 为古中号上的年轻战士们报了仇 他们只知道许乐替老宅打赢了官司 并且成为小公主的监护人 于是他们用最大的热情欢迎许乐的到来 帝国地下抵抗组织的代表还在旅途之中 总装基地的军械事业 有条不紊地展开 许乐在西林的日子过得很轻松随意 新年快乐 新春快乐 似乎一直都在快乐 只是有时候望着头顶那片湛蓝的天空 他很难不去想那位老爷子的身体 没没想到老爷子再也没有可能去过一个新年 心情便开始暗淡起来 费城湖畔 像雕像一样躺在病床上的老人缓缓睁开双眼 眯着眼睛望着乌角的阴影 沉默片刻后 伸手按了下一个按钮 房间中那片透明的玻璃隔断瞬间变黑 所有监控设施全部中断 你终于肯回家了 老人的声音很虚弱疲惫 似乎极冷漠 又有淡淡伤感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监客就先和您搞一段路 咱们下一集 我非常感兴随